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寿命跟佛都相等 不期等 那么注意一下看看 哪一个不成佛呢 就是成佛三个阿尊七戒吧 三个阿尊七戒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人寿来源 说得太短了 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月三成佛 不要等来是月三决定成佛 成佛之后 那个寿命就是真正的无量 那都不是假的 是真正的无量 所以这是他不推定一个因素 为什么说这一条呢 这条很重要 我们也是 无量戒以前就发心修行 修了无量戒 在这当中曾经供养 无量无边祝福如来了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这原因在那里呢 就是因为寿命短 这一死了之后 各因之谜 再投胎就退短了 你要学又要从头学 学没有多少了又要死 分分死死了 使我们这个修行永远不能成就 这个是退短的因素 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 他不退短了 他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 但他寿命不止三大分其绝 所以他决定了一成佛 我们看到这一条 西方极乐世界不吃贫囊 这方诸佛刹徒 没有这一条 那么换一句话说 生到其他诸佛刹徒 你对生命的寿命不长 不长的时候到命中了 死了之后再投胎 这个当中就有各因之谜 就有退短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无量寿经》 看到二十万王子五十人 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一佛 还是各因之谜 还是退短 那一段经文看了 实在是非常恐怖 看了之后 你就知道不往分西方极乐世界 就跟他们一样 所以说他们呢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这个是不能成就的原因 都没什么事 就跟他们一样 就会被人家估计 就会被人家估计 就会被人家估计